下午的劳作也让耿国中和吴光耀再次见识了一下林浩的大力气 真心是大呀 干这么多的活都不带多喘几口气的 媳妇 我回来了 还带回来一些客人 妈妈 欣欣回来了呀 还带回来一帮叔叔大爷 媳妇 这是县里的耿县长 吴社长 你见过了 晚上在家里好好吃点 炸点炙猴 然后再弄两盘菜 吃完了饭 咱们再一起到学校转一圈 让两位领导指导一下咱们的夜宵教学 那感情好了 一直盼着呢 大家快快进屋 林浩 这玩意真的能吃 吴大爷 炸制了好好吃 吴大爷 先在这些调料里打个滚 辣椒面不好吃 爸爸爱吃 欣欣不爱吃 欣欣啊 你就这么吃吗 嗯啊 香 林浩 这个肉是咋做的 熬了些汤汁 把肉切成大块放在坛子里泡 泡上个三五天 等这些汤汁都杀进了肉里 然后再提出来放在阴阳通风处 好家伙 一个菜就要用这么多的功夫 慢工出细活嘛 要吃呢就得吃个口一些才行 也就是你有这样的能力啊 一天能赚那么多钱 耿县长 我觉得呀 过不了多久 到时候大家伙都能想吃肉就吃肉 你怕不是还有些话没有说完吧 确实还没说完 我今天没喝酒 说的可不是酒话 那个啥 耿县长 我就一个小小的请求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小子啊 我就知道 过来你家吃顿饭 你就要打我的秋风 耿县长 其实是真的需要您的帮助啊 我们大队打算发展集体经济 弄个大棚试试 当然了 该花钱我们也是会花钱的 钱到时候我先借给大队 亏了算我的 赚了算大队的 你小子这是有备而来啊 你是从哪里听说的 就是在外边溜达完的时候 挺被人念叨的 人家可是说了 这个大棚是真的好啊 冬天的时候也能吃到夏天的菜 什么黄瓜呀 豆角子 大辣椒 羊柿子 韭菜 那可是不得了 等县长 这个大棚到底是个啥 要说这个大棚啊 确实是很了不得的棚 我也是在一些资料上看到过 这些年赵教授一直都在做推广 不过林浩啊 大棚这玩意可是很娇贵的 尤其这个赵大棚的塑料布 更不是那么好学磨 陆明月呢 照顾着星星吃饭 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 虽然也不知道为啥林浩知道的这么多 应该也是跟他以前在外边瞎混有关吧 耿县长 这真不是脑袋一热 竹皮子我倒是能够买来 可是赵大棚的塑料布 跟别的塑料布不一样 讲究个投光性 就只能着落到您身上 帮忙滑辣点呗 陆明月你是怎么想的 耿县长 我能做的就是给林浩支持 他是当家的 还是为乡亲们做事 钱没了再赚 只要他能干得动就行 好一个钱没了再赚 你们夫妻二人的觉悟都很高 陆明月的回答也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都担心这样做的话 会影响到他们这样的小家庭 耿县长 给我们葫芦大队一些支持呗 总归的扑腾一下 万一蒙对了路子呢 县里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支持你啊 而且咱们从来没做过这些 财政拨款也会有家里 耿县长 您误会了 钱的是我来解决 非常小的请求 这个你要是答应了呢 就是对我们的支持了 吴社长 我总觉得着了这小子的道啊 他就是在算计咱们俩的 一会儿一个小要求 推下人 林浩啊 反正我现在听的都是脑门冒汗 你到底是啥要求啊 咱们县里公共厕所掏粪的活给 我们葫芦大队吧 我们备份之后 就用在这个塑料大棚里的种植上 你可是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啊 目前是以农业生产为主 粪就是个宝 盯着这些大粪的人有很多 林浩可倒是好 一张嘴就打算要权限所有公共厕所的大粉 这样吧 给你四分之一的行吧 耿县长 咱就不能大方一点啊 四分之一肯定不够 咱们得弄大棚啊 最少得三分之二 那么多你权用在大棚上 哪里用得着那么多 就给你三分之一 不能再多了 吴社长 耿县长都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支持 您呢 咱们公社才有几个公共厕所啊 吴社长 你还真得给林浩一些支持 那行吧 公社的几个公共厕所给你分一半 行了吧 感谢二位领导 来 走一个 能够在县长和社长的身上打秋风 林浩当属县里第一人了 搞大棚 仅仅是他的第一步计划 稍后还会有很多的计划 对于林浩来讲 这顿饭吃的就是很成功 搞大棚 仅仅是他的第一步计划 稍后还会有很多的计划 带着耿县长他们一起参观学校 这些学员们在得知耿国中的身份之后 那个心情可就激动的不行了 送走了耿国中他们这些人后 那个大棚到底是啥呀 就是啥呢 用塑料布罩着的棚 模拟一下夏天的生长环境 让菜在冬天生长 到时候咱们就可以把菜往县里卖一些 甚至于都可以往市里卖一些去 冬天的菜的多金贵 那你要那么多大份 你是打算弄多大的塑料棚啊 咱们来年还得种地啊 咱们就可以上到地上 哎呀 那不是骗了领导吗 傻媳妇 你当耿县长和吴社长不知道 只要咱们这个大棚真的弄成功了 接下来就可以在咱们公社或是县里来推广 修完了河堤 咱们就到县里拉大份去 农村一只花 全靠份当家 其实这些大份 也是零号蓄谋已久的事情了 只不过惦记着大份的人太多 这个你就算是想花钱买你都买不来 媳妇 你真的支持我这么胡乱的搞啊 县长都能认可的事情 一般都不会差 对了 你跟水生书说了吗 到时候光你自己也弄不过来吧 还没说呢 也没啥关系 咱们自己出钱 大队跟着分钱 水生书能不同意吗 你们俩在这里玩吧 我去厨房烧一些水 毒爆毒多了 嗓子会干